通常我們打蝦癡時 都會用手掩著口鼻 不過近年有另一種說法 就是用手臂掩著才是最好 因為手臂的覆蓋面比手掌大 但究竟哪個方法比較可取? 做個實驗就知道 博士, 實驗怎樣做? 我們用水壺來模擬打蝦癡時 飛沫到底會噴到範圍有多遠? 第一, 我們看看手掌擋的時候 到底能否擋到飛沫? 好, 我現在給你手掌噴吧 好, 我噴你了 噴出來, 從手指的縫隙上漏漏 重點是很多水花 Tefany, 整隻手都是飛沫 博士, 剛才真的很恐怖 我們第二個實驗做甚麼 現在用手臂掩著噴飛沫 看看它全的範圍有多大 好, 我唯一奉獻手臂出來 好, 那我噴吧 準備, 3、2、1 上次的水花好像少很多 對 上面沒甚麼水花 但下面滴水了 從這個實驗看來 手臂的確比手掌更可以阻擋飛沫傳播 博士… 我的手臂已經濕透了 對不起, 還沒有紙巾 對, 博士, 我想知道 為何我剛才用水灰噴在手上的時候 水是四散的 但噴在手臂的時候 真的好像比較有效 其實我們用手臂擋是否會比較好 根據剛才的實驗 手掌雖然可以擋飛沫 但四方的臉都有點爛 所以你噴的時候 飛沫在上面、下面、左邊、右邊 都會飛出來 手掌複蓋得不太實 所以都很一般 而且手掌上會有很多口水 都會黏在這裡 所以你碰到東西 都會傳染到細菌和病毒 但如果你手臂的時候 它的複蓋其實也比較好 上面、下面 可能有些位置是空隙 飛了一些飛沫出來 但布質也可以幫忙吸收到一些飛沫 它的散播就沒那麼厲害 根據我觀察, 我相信用手臂擋 似乎飛沫傳播得比較少 那博士, 我想問這兩種方法 有沒有說哪一種更容易傳播病菌呢 你如果用手掌擋著複蓋之後 病毒就會傳染到手臂 例如你跟人插手, 碰到杯子 然後另一個人碰到同一隻杯 病毒就會傳染給這個人 那就很恐怖了 如果用手臂擋複蓋 雖然手臂不會那麼容易接觸其他物件 但如果你有一個比較親密的接觸 譬如你用手臂跟其他人拍著手臂 就很容易把病毒傳染給人 但如果真的沒有紙巾的話 手臂可能會比手掌好一點 但最好當然是打完複蓋 你這樣捏著鼻子, 忍著不打複蓋 其實這樣是否比較好 我們就不建議了 就算你用手捏著鼻子 不打複蓋出來 雖然你的飛沫不會那麼容易 飛出來傳染給人 但如果你長期性這樣做的話 就會影響喉嚨重瘡 說話有問題, 吃東西也有問題 對, 個別的例子 甚至會影響耳膜和腦動物 如果打複蓋的時候 用手掌、手臂、紙巾 掩著鼻子, 用甚麼方法 打複蓋後, 都一定要馬上洗手